大家好,我是娃妈妈 秋天这是孩子长高的季节 挑食不爱吃青菜的宝宝 可以设给他做这个海苔饭团 米饭可以提前一晚上预约 糯米和大米按照1比5的比例 做饭团的米饭 要煮的比平时稍微软一些 预约到7个小时后就可以了 早上起来,米饭已经煮好了 洗一点蔬菜 用蛋壳果酥镜给它浸泡一会儿 先到了一个带进一仓的破壁机 它的容量是一而生的 用它盘子的米汁 加入适量的纯净水 盖上盖子选择米汁模式 新款还增加了搅拌烘干功能 用起来更方便了 还剩半块低温成肉的鸡线肉 给它搅成肉松 只要几秒就搅好了 再来切点西兰花,胡萝卜丁和洋葱冰 这个蔬菜鸡肉松也比较适合添加腐蚀的小朋友 锅中放橄榄油 把蔬菜炒香 再放入打好的鸡肉松 炒干减水分 放两勺减盐酱油 这个蔬菜鸡肉松 口感类似于金枪鱼罐头 既可以做饭团 还可以煮面条 拌粥 放在鸡蛋跟上 或者拌饭吃 米饭盛出来一部分 放上我们的蔬菜鸡肉松 再放上炒熟的鸡蛋碎 熟与米粒和火腿丁 放上一袋原味海苔 里面有45种营养素 特别适合小朋友吃 稍微搓一搓袋子把里面的芝麻都抖落干净 挤上一点甜味的沙拉酱 把米饭和蔬菜全部都抓拌均匀 海苔送了有这个三角模具 给它放进去压一压 就成一个三角饭团了 为了方便拉取 底部还包了一片海苔 剩下的米饭用它送的摇摇乐 做成小圆球 摇一摇晃一晃就是这种饭团小丸子 挤上番茄酱更好看 洗净的蔬菜用披来水再冲洗几遍 最后一遍用沉浸水过一下 做沙拉的蔬菜一定要洗得非常干净 放上自制鸡胸肉 淋上低纸培鲜芝麻酱 再来准备点水果 新生级的货币机支持中途加料 不需要等操作结束 直接在山门倒入流泪 搅拌了一分钟就好了 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牛奶搅拌时间过长 而出大量的泡沫影响口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